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茶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祝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朋友们平安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李欣 我是宇恩 感谢神灯点 又到了我们透过 良友所制播的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 喜乐途径这本书籍 所带来的灵命成长的诀窍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九章 喜乐的这个主题 是第二次的播出 上回我们稍微提到了 在患难当中的喜乐 那才是真正的 是来自于神 而且是倚靠神的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 新的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喜乐 那么在真正的喜乐的话题之前 作者提了一个 究竟基督徒的喜乐出了什么差值呢 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有喜乐 基督徒的喜乐是来自于靠主 才能够拥有的喜乐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喜乐 讲起来两位同工 你们的生命当中 也真的很喜乐吗 也不尽然 也没有到常常喜乐 重点来了 就我们偶尔喜乐一下 但是保罗说要常常喜乐 好 那怎么办呢 这到底出了什么差值呢 好 我们来看看作者怎么说的 作者说 从读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初期信徒 所体验的耶稣基督 是又真又活的 早期第一代的信徒 他们真的是亲眼看到耶稣基督 他们也知道耶稣所做的 那么彼得前书 谈到信徒的喜乐呢 他是讲得很清楚说 是能够很喜乐的 能够与基督和教会 一起在团契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怎么说的 我们来念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的经文 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彼得说他们因为见过他 那即使没有见过他 这他是指的耶稣基督了 那么现在呢 虽然不得见 可是呢 因为信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因为主在我们里面 好 那我们之所以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不常与主同在 所以作者继续说 这些基督徒情不自禁的喜乐 是某种因素带给他们内心平安 他们是充满了喜乐 那周遭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可以知道基督徒面对许多困难的时候 仍然充满着深深的一种平安的感受 让他们能够喜行于色 那这个喜乐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来自于因为内心的平安 那么因此呢 在作者的提醒当中 他说 我们未曾看见耶稣 然而我们都亲身的自己 能够明白我们是认识他 并且呢 与父神一样有交往的 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像早期的 这个初代教会信徒一样有喜乐 所以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于眼前所见的 而是真正在心灵里面我们接触到主 作者引用了法国的一位伟大的君王 拿破仑 他说啊 很多时候伟大的领袖都需要 透过眼睛声音跟手势 才能够影响别人 但是他对于耶稣基督的影响力 他说啊 甚至不需要耶稣的肉身出现 这些信徒都甘愿为耶稣基督 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感受到真正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像耶稣基督呢 是超越他自己能够影响的 作者也提到 耶稣基督在他所留给我们的 所有的赏识当中呢 最大的其实就是喜乐 耶稣基督复活生天之后 当然交代了门徒 也赐给门徒 有各式各样的恩赐 但是最大的其实就是喜乐 约翰福音15章9到11节 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再要其中的部分来念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喜乐跟耶稣基督的同在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我们在基督里找到丰盛的喜乐 是我们满足和内在平安的一个源头 他与神满意的爱是同样的丰盛的 因着神的爱带给我们平安 同样的更多的也是给我们带来喜乐 好接着作者就提到 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了 这一段呢 我们就先请语言来带领 我们前面这一段作者的说法 作者说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能感到喜乐 例如外科医师完成手术时 荣光焕发 梳洗小婴儿的妈妈 充满了无限的快乐 夏日的海滩 洋溢在刚盖好一座纱宝的男孩的脸上 小男孩他拍掉手上脚上 腿上的纱 急忙着要找妈妈 找爸爸 像他们炫耀他刚盖好的纱宝一样 我们可以谈论喜乐 感到喜乐 但我们了解它吗 也许我们从没有想到 如此被追求者的情感 喜乐 它需要灵力的满足 它并不属于心智 心理的理解 若没有内住的平安 绝对无法达到喜乐的期望 肉体方面的财富和伟大的成就 更无法达到喜乐的幸福境界 其实在这一段作者要提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般的事物当中 小小的一些成就 可能带来就是这种内心的满足 也就是会有喜乐洋溢出来 但有的时候 不一定要很多的钱财 才能够达到 反而如果更多的财富 或伟大的成就 才能够达到喜乐境界 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喜乐 所以他要提醒我们 常常这个喜乐 不一定是我们可以用量表化来量表 但是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 刚才例子里面讲到一个小男孩 盖一个沙宝有什么好开心的 他就是很满足 就是这样一个生活 好 接下来他谈到了 是什么样的话题 请立心继续来读吧 喜乐是生命 而不是知道或拥有 热情洋溢的与世界和平共处 知道神已经赦免那些造成不幸人生的罪人 使罪恶和羞耻感得以释放 这些才构成真正喜乐的基础 充满喜乐的基督徒会经历到服侍人的自由 并感到自己被接纳 这种自信从认识他自己被神无条件的爱者开始 这使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反而因为成为神的孩子而欢喜快乐 喜乐是一种情绪 一个基础 只因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知道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他就能欢喜快乐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感受 不是一种知识的理论 作者说这种情感在福音传开的时候 临到撒玛利亚整个村庄 那么全村的人因此苏醒 约翰福音第四章谈到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 这个妇人就回去告诉整个村子人 说他见到弥赛亚 然后这村子人就不相信 就跑来看 看了耶稣接待了几天之后 他们真相信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是在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人 他们听到一些在这失落而困惑的世界里 极有意义的消息 甚至2000年前在那村庄里面 一切也似乎急速的在打转 那村民困惑的失望的面对人生 不知道有何意义 当他们听到耶稣所带来真理的好消息的时候 每个人都忠心的来回应 他们找到人生目标 知道有一位比他们更聪明 更能干的 更了解他们的 就是神在眷顾他们 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了福音 好 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喜乐 感受到耶稣的爱 那么再来 在后面也提到了 他说在旧约当中 我们读到尼西米记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在重建耶路撒冷 那期间实在是非常艰辛的 可是他们却有难以形容的喜乐 虽然有人在威胁着重建的工程进行 但是尼西米呢 鼓励他们 他和他的百姓们充满了喜乐 促使他们能够继续建造下去 在新约里面讲到保罗 在对与佛佐教会谈论的时候 也是在讲论的 一个不可言喻的一种喜乐 在以夫所书第三章当中 也提到了有关于喜乐 究竟是什么能够使他如此刚强呢 当然 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神正在眷顾着他 而那位神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的 同样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 或是他们的精灵呢 作为我们的依据 作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我想这是我们面对的压力的时候 要必须来体验的 因为作者提到在现今这个世代 特别是被核子弹所威胁 我们被吓坏了 因为全世界都说有核战的恐惧 那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做最后一搏呢 甚至有一些电影一直告诉我们说 什么节后余生啊 末日到了啊 那到底该怎么样来面对呢 当大家都在恐惧的当中 基督徒是不是也喜乐不起来呢 好我们就来谈谈看 在这个世代里面 两位年轻人还有没有盼望 如果真的世界末日的话 那反正我们也是被耶稣接走的啊 所以 有一个盼望在 对 你凭什么有这么安逸的那种想法 或是说有这样一个确据呢 我觉得这可以从我养的一只小兔子讲起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的兔子啊 他们都是随时保持警戒的 然后他们的四肢都会缩在身体下面 他们连睡觉都是保持这个姿势 甚至眼睛都不闭起来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天敌 他们一直处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之下 可是我们家的兔子 他知道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他知道他是被他的主人所疼爱所保护的 所以呢 他有的时候就会直接大喇喇的大字形的趴在地上 然后就是很享受那个地板凉凉的感觉 或者是他有时候会直接就躺下来 然后倒头大睡 完全不像一只正常的兔子应该有的表现 他像一只狗 然后我就很喜欢从观察他的生活作息里面 去体验神对我们的爱 就是如果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保护我们 胜过我爱我的兔子 我保护我的兔子的话 那我们不是更应该活出这种 不是说应该活出 而是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活出这种充满了安全感的生命吗 而且是充满了喜乐的生命 因为我们家兔子他也会 就是三不五时就会跳兔子舞 这是兔子一种特有的习性 重点就是知道神的爱与保护 是提供我们喜乐还有安全感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可以从你养的兔子 他那么的有平安 有安全感 而至于他能够放松自己 那个是一种喜乐 免生活表现 所以好 这是立心的一种体验 愚人没养兔子 有养别的什么宠物吗 也不一定 那你自己的对这样一个末后世代 那种所谓的平安喜乐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世代 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会不断的在发生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喜乐的基础 就是我们真的知道 神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 他也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 他也赦免了我们的罪 那我觉得自己会没有喜乐的时候 就是当我觉得我事情做不好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一些罪恶感 或羞耻感的出现的时候 就会没有喜乐 但是要就是又再提醒自己 回到神的爱当中 去看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天父 他不是一个随时等在那边 看我们犯错 然后马上就要来处罚我们的神 而是他是要来祝福我们 要来保护我们的神 我觉得自己好像知道 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 爱我们但是有时候当我们活得 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方式就让我们没有喜乐 就是我们也许其实可以更多的去把自己 再转向回到说 神的爱是五条件的爱我们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享受在他的爱里面 就可以有喜乐 对如果没有这个感受的话 我们在讲那种喜乐 真的是只有苦中作乐 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感谢主 因为主是可靠的 更是带来平安 以至于我们能够喜乐 好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 节目进行在这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要跟你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赞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愿神赐银 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